中国国务院副总理、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10月8日晚上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视频通话 这也是两人继今年5月26日之后再度通过视频讨论美中贸易关系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 戴琪和刘鹤审查了美中经济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 并且同意双方将就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 声明还表示两人在坦诚交流中认识到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性 以及不仅对美国和中国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戴琪表达了美国对中国政府主导的损害美国劳工、农民和企业的非市场做法的关切 新华社的报道昌 北京时间10月9日上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、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视频通话 双方进行了务实、坦诚、建设性的交流 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应该加强双边经贸往来与合作 二是双方就中美经贸协议的实施情况交换了意见 三是双方表达了各自的核心关切 同意通过协商解决彼此合理关切 中方就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进行了交涉 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、产业政策等问题阐明了立场 双方同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继续沟通 为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 创造良好条件